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于11月29日举行安理会八一问题高级别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赴纽约主持安理会会议 请大家提问 新华社记者提问 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王毅外长主持联合国安理会八一问题高级别会议的考虑 中方对会议有何期待 本轮八一冲突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人道灾难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期待联合国安理会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 发挥建设性作用 日前安理会通过关于八一问题的第2712号决议 这是本轮八一冲突爆发以来 安理会首次通过决议 也是2016年底以来 安理会就八一问题通过的第一项决议 开启了推动停火的初始步骤 有助于避免更大人道危机和灾难 作为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 中国希望通过举行安理会八一问题高级别会议 推动各方深入交流 凝聚共识 为缓解加拿大地区人道主义危机 实现停火指战 保护平民 最终通过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 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进一步采取切实行动 做出应有的贡献 韩联社记者提问 昨日韩中日外长会议在韩国举行 中国外交部的发表文中有三方同意 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创造条件的表述 请问发言能否解释一下 为韩中日外长会议创造条件 觉得是什么 谢谢 昨天第十次中日韩外长会在韩国釜山举行 三方一致认为 应坚持将中日韩合作 未来十年展望等领导人共识 落到实处 同意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创造条件 加紧相关筹备工作 三方一共同努力 相向而行 为领导人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营造俩好氛围 中方也发布了相关的消息稿 也可以进一步的来查阅 谢谢发言人 总裁央视记者提问 11月23号至24号 法国外长科隆纳访华 中法高级别人们交流机制 第六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欢迎人能否介绍此次访问的情况 和中法高级别人们交流机制 此次会议取得的成果 那么对中法关系有何展望 近期中法高层交往保持热络势头 习近平主席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 就推动中法中欧关系进一步发展 达成新的重要共识 以强总理日前会见访华的法国外长科隆纳 总结双边关系发展的友谊经验 推动中法互利合作进一步深化 王毅外长同科隆纳外长举行会谈 并共同主持召开中法高级别人们交流机制 第六次会议 双方同意下阶段将共同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合力办好中法年 双方将围绕明年中法建交六十周年 即文化旅游年 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 落实好两个元首重要共识 密切高层交往 深化务实合作 二是深化全方位高质量合作 双方将继续用好战略经济财经 人文三大对话机制 并创设交流对话新渠道 深化在民用核能 航空航天等传统优势领域合作 挖掘教育科研 能源转型 可持续发展等新兴领域合作潜力 积极探索第三方市场合作 推同工舰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三是扩大相互开放水平 中方远同法方一到 把从法国农场到中国餐桌机制 打造成中法合作的金字招牌 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 愿为更多法国企业来华发展提供机遇 希望法方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 四是携手性对全球性挑战 双方统一共同维护巴黎协定制度框架 支持联合国气候变化 迪拜大会取得成功 今年四月中法两国元首就共建碳中和中心达成重要共识 在科隆纳外长访华期间 中法碳中和中心正式启动 两国外长共同出席的启动仪式 发出中法加强绿色科技合作 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的有力信号 在此次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会议上 两国外长共同见证签署教育科研 文化旅游 卫生健康等合作文件 并共同发布2024年中法精品人文交流活动清单 为中法建交60周年和中法文化旅游年徽标揭幕 中方将对法国短期来华人员实施15天免签政策 法方将向中方复法研究生发放更长期签证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中方愿同法方一道 更需传统面向未来 将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打造得更加牢固 更复活力 让中法合作继续走在世界前列 谢凡人中心设计的提问 10月24日中方宣布对马来西亚实行单方面的免签政策后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26日表示 马来西亚将从12月1日开始 对中国公民实施入境30天内免签政的便利措施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我们欢迎马来西亚对驸马中国公民实施入境30天内免签政策 中国和马来西亚是隔海相望的友好邻邦 两国传统友谊跨越千年 今年双方就共建中马命运共同体 达成重要共识 明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 我们相信中马双方近期推出的签政便利政策 将为进一步增进两国人员往来注入新动力 中方愿同马方一道 继续加强中马互利合作和人文交流 让两国有好合作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谢谢发言人 东方为了记得提问 那么我们关注到11月27日新西兰新一届政府正式宣誓就职 国家党党魁拉克森正式出任新西兰总理 优先党党魁彼得斯出任副总理兼外长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中方祝贺新西兰新一届政府宣誓就职 国务院总理李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也分别向拉克森总理和彼得斯副总理兼外长之贺电 中兴互为重要合作伙伴 中方一贯重视发展中兴关系 愿同新西兰新一届政府一道 并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 加强对话沟通 拓展务实合作 拓展处理分歧 推动中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不断取得新进展 谢谢 法新社提问 北京已法院今天开庭审理马来西亚 MH370航班实施的损害责任 就分案 请问中方是否就此与马来西亚政府进行了接触 以及外交部对此案件合订论 谢谢 具体情况请你向主管部门了解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马行 MH370科机事件后续工作 希望各方继续保持密切沟通 托善处理 对于此需无有的报道 不予置评 发言人好 总台央视 总台华语中心记者提问 据报道 哈马斯军事派别卡桑吕曾称 因乙方违反停火协议中 关于允许援助进入加沙的承诺 并持续开火 决定推迟释放人质 直到乙方允许救援卡车进入加沙北部 以色列军方称 一旦停火结束 将立即恢复在加沙地带的袭击和军事行动 将竭尽所能消灭哈马斯 并迫使其尽快释放所有人质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以来 双方已经释放了三批贝国亚人员 通向和平的步子再小 也值得积极鼓励 保护平民的困难再大 也应当努力克服 本轮巴以冲突已经超过了50天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中方多次强调 暴力无法换来真正的安全 武力不能赢得持久的和平 中方欢迎一切有利于促成停火 缓解局势的努力 呼吁有关各方 切实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第二期12号决议 和联大紧急特别会议相关决议 共同有效履行临时停火协议 并使其得到延长 实现真正持久的停火指寨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如果没有的话 针对刚才韩联社记者朋友 问到的和中日韩外党会的相关情况的 我借此机会给大家再多介绍一下 有关的情况 那么昨天呢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在釜山同韩国外长朴镇 日本外相上川杨子 共同出席了第十次中日韩外长会 今年是时隔四年 中日韩外长会再次举行 王毅外长表示 在中日韩合作重整形状在出发之际 我们应当坚定初心 谋定方向 将中日韩合作 未来十年展望等领导人共识 落到实处 重中之重 是继续本着正式历史 面向未来的精神 尊重彼此发展道路及核心利益 维护良好双边关系 为推进三国合作全面重启新闻志愿 打下监视基础 三国应坚持倡导互利共赢 尽快重启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 保持区域经济一体化势统 坚持深化科技创新 维护产工链稳定畅通并优化升级 坚持加强交流合作 扩大人文交流 便利人员往来 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 坚持带动共同发展 继续本着自愿平等开放共赢 透明和可持续原则 打造更多中日韩加X合作项目 带动区域内外共同和可持续发展 朴镇上传杨子 积极评价中日韩合作取得了进展 认为三国是搬不走的邻居 三国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和巨大潜力 面对新形势 三国应重温合作初衷 加强沟通交流 促进各旅行合作 为三国人民带来更多可视成果 中日韩合作可以超越东北亚 为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繁荣 发挥积极作用 愿意开放的思态 积极推动中日韩加X合作 造福更多国家和地区 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 世界经济复苏缓慢 地区和世界各国团结 协作共谋发展的呼声意愿 更加强烈 王毅外长指出 中日韩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 要立足亚太和平发展和地区人民利益 深化区域合作 共同应对风险挑战 维护地区和平与繁荣 要当好东亚合作的领头羊 以三国合作带动东亚合作 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 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 抵制将区域合作阵营化 要当好维护地区和平安全的稳定器 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 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和争端 要当好解决热点问题的减压阀 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 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当务之及时给形势降温 为重启对话创造必要条件 为此采取有意义的行动 王毅外长强调 中方将继续本着与灵为善 以灵为伴的方针 同韩方和日方共同努力 推动三国合作重回正轨 保持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繁荣 做出新的贡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